中国古乐远远流长 大约在七千年以前 新民们就用陶土制成了古老的吹奏乐器 熏 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 西葛天世之乐 三人操牛尾 头足以歌八雀 是说 从前葛天世时的乐舞 三个人手持着牛尾 随着音乐趴着步伐 涌唱着八首歌 这段话生动地描绘出了远古先民乐舞时的场景 几千年的日出日落 多少英雄繁华都已随水东逝 而这些古老悠扬的音符 则穿越了时光的阻隔 世世代代在轻吟低唱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 今天我们从河北宝定的熊县出发 穿越时空梦回远古 去轻轻地触摸古月遗风 来深深地领略传统美运 熊县地处华北平原北部 精精宝三角地带 春秋战国时期 维烟南赵北之地 在这片自古就英雄辈出的沃土上 璀璨的华北明珠白杨殿 有如一枚精致优雅的耳环 摇曳在熊县的耳畔 见证着祖先们深邃的思想文化与智慧 聆听着不朽的音符 传习着熊县古月这独具魅力的文明 据考证 熊县古月属于民间古吹乐的北乐之系 与宫廷音乐有着极深的渊源 有的为道传 有的为佛传 许多古曲在宗教遗程中有具体功用 一直是熊县人们起伏纳祥 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泛分布于大清和沿岸及众多乡村 繁荣时曾有民间音乐会二十多家 熊县古月流传于熊县民间 已有着近千年的历史 盛行于明清时期 熊县古月的曲调 古朴悠扬气势雄浑 大有燕照文化的慷慨悲壮之风 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民间音乐的原有风貌 是古燕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 在这些静寂的村庄里 仍然流淌着古老的音符 为纪念药王孙思淼而创建的亚古城音乐盛会 开口音乐会 还有赵岗音乐会 杜庄音乐会等 这些音乐会继承了古乐的剪奏技巧 历经了几百年的世事沧桑 保留了古举一百余首 主要代表作品有套曲 孔子探颜回 蒲弹咒 开弹曲 翠竹莲等 2008年 熊县古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月有阳 奇运流长 运的精华在于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比如我们常说的神韵 气韵 风韵 它虽然看不见摸不到 但又是如此浓郁地牵引着我们的灵魂 那么这千百年来 是谁在一直默默承载着这古月的神韵 是谁能够让我们物我一体 乐丝相容 进入甜淡洒脱达官超凡的境界 又是谁让这些古老的音符寻到了梦魂的所依 是这些古老的乐器为这悠扬的古乐插上了空灵的翅膀 得以千百年来飞翔 飞翔 流淌 流淌 鼓 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 大鼓在鼓乐作棚时使用 手鼓在走街时使用 管子是一种双黄吹管乐器 管子的音色高亢明亮 粗广质朴 可用来读奏合奏和伴奏 尤其是在中国北方的一些乐种里 管子是非常重要的吹管乐器 声是中国古老的黄管乐器 声已有三千年的历史 古代时期大声被称为鱼 小声称为河 声的音色清晰透亮 音语宽广 感染力强 笛子是中国广为流传的吹奏乐器 笛子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发音动人挽回 笛子的表现力非常丰富 它既能演奏悠长高亢的旋律 又能表现辽阔宽广的情韵 云螺属于金属体名乐器足内的 变音打击乐器类 云螺的音色清澈圆润悦耳 余音持久 音量虽然不大 但点缀作用明显 我们的祖先 很早就将音高不同的小铜锣鞭排起来 用于音乐实践中 宋代画家苏汉成的霍狼图中 一位霍狼身挂数件乐器 其中有一件为十面云螺 可知早在宋代 民间已有云螺流传和使用了 脑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 脑的音色清凉 带有深沉的水音 延续音场 脑最初用来在军中传播号令 同时可用于祭祀和宴乐 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出沿用 茶属于中国民乐中的打击乐器 茶主要有大茶和小茶 茶的声音表示一切修成正果的 飞琴在飞动时双翅发出的声响 大茶的表现力强 广泛用于民间歌舞文娱及宣传活动中 小茶在鼓乐中作版使用 当子是佛门法器之一 敲击当子时 左手握当 右手持锤 当子照面 这叫照面当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通过这些泛黄的老照片 还原出古月的前世今生 镇刻下时光流逝过后 所有关于雄显古月深刻 温暖的记忆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 是1964年度昭音乐会 应北京制画寺邀请 参加3月1日的庙会演出 照片上会员35人 据说当时总共有会员60多人 而且大部分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前排左属第四个 那位翩翩少年 就是如今河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雄县古月代表性传承人 程增树 当时他只有16岁 程增树 生于1948年 自幼跟随父亲 程万顺学习功识谱 口传新兽 参与吹打演奏 由于从传承到组织演奏表现突出 现担任渡庄音乐会会长 是雄县渡庄古月第14代传人 完整保存了文曲作品 道金灯 蒲潭咒等60首 五月作品 粉碟子 七节等四部 听老人们传说下来的 在那里刚刚一开始雪的时候啊 我们是从这个中刹赫 大寺里的一个高层传授 传授我们这里的村子 我们杜庄村的人员都不多 通过咱们这个 下的这些坎坷呢 什么闹日本的闹争的呢 最后李河团呢 告达 也是破烂不看到的 几乎都要办 结果后期呢 我们这个从我们老一代的川人们那里下来啊 从这个西班 战里 只用徐水县战里村 他们有一个过来的研究会 从他们庆了一个姓赫的老师傅 又给我们继承传一句 又给我们从这个 补充了补充了曲子 补充了人员 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们到 在我们这个音乐会 始终终究不衰 雄县古乐的乐谱 为公尺谱 曲谱由文场 五场合成 文场分为套曲 大曲 三曲 三种 或舒缓沉稳 或欢快活泼 无唱 为打击乐 一曲九节 三繁九传 或凝重低回 或高考鸡昂 令人赏心认识 我是咱们 雄县古乐 杜爪音乐会 诗词的传人 称曾书 我从自由 所以我父亲 从事业咱们音乐事业 那个演出的时候 你们那谱子 是什么谱啊 我们都是公尺谱 公尺谱 为什么不改成咱们简谱呢 简谱跟公尺谱 它不是一个味道 味道不一样 对 我们公尺谱都是口串新手 一句一句教 如果不一句一句教 给这个谱它学不会 可以咱们做一个示范 是不是啊 咱们这个 我们有一个这个曲子叫道金能 它是这样 爱海上的宫 啊 吃上 如果这样 我们下去 改成了简谱 我们没法改 这个简谱怎么改啊 这个拿口 它没有简谱 改成了简谱 这个韵味都没有了 这是一本首抄公尺谱 记载了亚古城音乐盛会的曲目 2004年 编入河北民间音乐公尺谱集成 并且已正式出版 这套宝贵的资料 是由雄县亚古城音乐盛会会长史君平 收集整理充实的 史君平生于1966年 1994年 师从王志信学习古乐 文场主公难度最大 人才最缺的领奏乐器小馆 无场主公查 兼学其他乐器 虚心向老艺人学习 认真钻研乐理知识 熟悉掌握公尺谱和简谱 演奏技艺高超 现任宝丁市音乐家协会会员 熊县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熊县亚古城音乐盛会会长 史君平为河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熊县古乐代表性传承人 熊县古乐收到了 国内国际各媒体的高度关注 2008年3月 亚古城音乐盛会 应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之邀 在保定录制音像资料 河北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 李如慧到亚古城音乐盛会参观指导 2008年4月11日 史君平接受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采访 同年7月11日 在此接受河北电视台自于斯勒栏目采访 并录制专题新闻片广为传播 1998年7月15日 杜庄音乐会应邀进京 在央视七台首演古乐 古朴的吉特及其韵味传送大江南北 2003年冬 开口音乐会为河北省画报采访记者演奏 1996年 英国的乐友中斯蒂特来拜访 开口音乐会为他演奏 2006年8月 德国艺术家在温泉城调研赵岗音乐会 国际友人被这古老美妙的音乐所震惊 2001年3月 燕照都市报记者采访赵岗音乐会 雄县古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到了各级人士的热切关注 为了更好的保护这文化瑰宝 传承古乐技艺 雄县县委 县政府 文广新局 积极采取措施 购置设备 乐器 服装 进行抢救性的全方位保护 加大宣传 举办展览 让古乐在群众中健康传送 我看了这个广告以后啊 说是 雄县 古乐会 上咱们这个古城保定来 说这个早上 我不到八点 我都来了 对爷爷 始终念念不忘 我希望 领导也好 我们的乐手也好 我们的老板谢也好 种手 这个蓬柴火烟高 把他这个发扬广大 上回有一个那个 杨国的一个这个学士 他临走的时候 说个一句 哎呀 他说这个 呃 一看到咱们这儿 这么宝贵的严育 可是也几成的 没人 老的老 小的小 这个 他说您 不要紧 将来以后 你们这儿是要是绝了 要说没人的话 上杨国找我去 哎呦 我一听 我这眼泪 我都下来了 这个 这么好的高压的言语 让上杨国学习去 这是人家对咱们一种 鞭策也好 是一种这个批评也好 我叫这人家是善意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领导 把这个重视起来 我是凶险文毛定居 随地边的感谢 不是 你刚才那番话 讲的特别好 我这个 一是呢 感谢你对我们 不是 是是是 你这句话 聊天以后 对我们的 我非常担心 就怕后期 我这 这从自己单身 你放心 咱们现在有八岁的 娃娃会 有76吨老人会 这八岁的老人会 你放心 咱们后期有人 对 下来我们做政府 一定把他防晒防大 熊县的各个音乐会 更是增添了活力 根植于生产生活中 进行着原汁原味的本色表演 积极传承着这珍贵的文化遗产 2008年6月7日 亚古城音乐盛会 参加由河北省文明办 省文化厅 省文联 在白洋店温泉城举办的 河北省2008年端午节文化活动 即中国古地道文化之乡 命名仪式演出 在多家新闻媒体 给予了突出报道 赞叹雄县古乐的套曲和大曲 舒缓沉稳 凝重低回 三曲欢快活泼 悠扬悠扬 无常花样纷繁 气势磅礴 高亢激昂 奔放豪迈 2009年4月27日 至5月3日 亚古城音乐盛会 影视家庄旅游局邀请 参加了 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的 河北镇定千年古运 历史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及全城活动 2001年农历4月15 亚古城音乐盛会 在仁秋市茂州大庙演出 2008年4月5日 亚古城音乐盛会 应雄县人民政府邀请 迎奥运祥云火炬巡游演出 2010年5月2日 亚古城音乐盛会 在白杨店码头演出 2011年 2012年 亚古城音乐盛会 举办迎新春文艺会演 2012年6月1日 亚古城音乐盛会 到雄县第二小学 业务演出 加强古乐宣传 让娃娃们知道 瑰宝就在自己身边 1997年3月15日 杜庄音乐会 迎香港回归 去茂州庙会演出 1999年10月10日 杜庄音乐会 用雄县民间邀请演出 2004年10月20日 杜庄音乐会 在本村演出 2006年10月5日 杜庄音乐会 应文安县 邀请到民间演出 2008年5月10日 杜庄音乐会 应邀到八州市 参加民间艺术节 2009年5月1日 杜庄音乐会 庆祝雄县 杨六郎点降台 旅游开业庆典演出 雄县古乐 缔造出了人与人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之间的 和谐和睦的关系 1994年 开口音乐会 应仁秋市旅游局邀请 为茂州大庙 开工仪式演奏 2000年 开口音乐会 应董事家庙邀请 为春节团拜会演奏 2005年11月2日 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群生在保定视线领导陪同下 观看赵岗音乐会演出 赞叹鼓曲维婉 悠扬动听 独具魅力 为了尽心尽力的传承 雄县古乐人加强展演交流 积极挖掘提炼 古乐精华 2007年5月19日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主任张伯渝教授 中央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向阳等专家 一行40余人 到亚古城音乐盛会 观摩演出三个多小时 并在英文版刊物 中国日报上 撰写推荐文章 给予音乐会高度的评价 2014年4月28日 亚古城音乐盛会 参加了八州市 集中声管乐展演交流会 省级雄县古乐代表性 传承人史君平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所长 及相关专家学者 就集中声管乐 当前的保护情况 传承和保护中 应注意的问题 等进行了研讨 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 彭卫国 与非以保护工作者 共居一堂 亲切合影留念 2014年5月 满城电视台 走进渡庄 进行烟照寻宝 熊州古乐 声名远扬 2013年4月30日 照港音乐会 在山东早庄 参加中国十一节演出 2005年8月25日 中央音乐学院 特别邀请照港音乐会 参加中非音乐对话的 专场演出 同时 专家组对照港鼓乐 做出鉴定 保存有相对完整的 曲目体系和乐谱 音乐会成员 能够较完整的 念唱大部分乐曲 原作技术较高超 熊县古乐 在近千年的历史烟波中 一路不思劳顿地走来 尽管在时空的隧道里 他也曾留下过清冷 孤寂 落空的身影 但是 由于一代代 雄县古乐人的金手 他并没有尘封在那 沧桑的岁月中 使我们今天 还能有幸触摸到 他往日的温热 还能有幸 梳理他古老的脉络 有个中央学院那个 他后来拿着 哥儿铺这么臭 你们这个工程铺 你们这比别的古老 你们这叫 他们现在说 我们这关你们这叫 阳春白雪 他是在追导 这是叫什么呀 叫天书 咱们先了 对我们这个事挺支持 无少为我们费这个心 我们已经现在进入国际 非无论和遗产 我在康复不了 我的户籍 我怎么 咱也继承咱们这个音乐事业 咱只不过 我只是想着 从我业练那边 我们都开始干这个 人家把这个音乐会 坚持到现在了 穿在我手里了 我坚决不能把它 从我手里 失落了这个事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祖先 对不起我业练 上一代 责任重大 特别是作为一个 传承人来说 现在的 我积极的呢 搜集这个 我们命前 补业 一切 面临 这个 十串的 去补举 再一个 就是 多带兔的 现在已经呆了 有六七名兔的吧 二十多岁 最后就有十几岁 现在 我只能在想什么办法 与 这个行动地会 整合这个平台 把这个 激动大学会的力量 把这个 人家回来 现在 搞得精力点 好一点 想麻烦点 尽最大努力 把这个回来 提高水平 更好得 哄扬一些 让我们 由衷地感谢 这些坚守 在他身边的人们 让我们 祝福 这古老的音乐 带着 他独特的风韵 激电出 更加厚重 幽远的 文化 地医院 地医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